甜的包的比较少 我的这个油都化了 化到这个超级成功 我真的 哈喽大家好 我就在做饭了 然后不是前段时间端午节 我就做了一些粽子 结果好多都送人了 送完人以后自己觉得也很好吃 然后我现在又在做粽子 不知道大家喜欢吃什么味的粽子 我觉得豆沙味的和这种咸的 这种五花肉的粽子都特别好吃 尤其这种五花肉 它里面不是有肥肉吗 然后肥肉经过炖煮两三个小时以后 它就会化到 里面那个油就会化到糯米里面 就特别特别香 特别特别喜欢吃这个 然后我觉得就是粽子虽然是一个节日食物吧 节日里面吃的这种食物吧 但是我就是有的时候早餐呀 如果不想做的话就想冻一点 那个粽子在那个冰箱里面 然后就吃这个粽子 然后呢最近就是马上就要答辩了 然后答辩之前呢基本上事情都做完了 没有什么事了 现在还可以做一做饭 然后我那天看了小高姐的一个视频 就是YouTube推荐给我的 说做那个麻团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麻团就是芝麻球 所以我看了就好怀念我以前就是上学的时候 那个早餐经常在外面就买一个那个麻团 买两个麻团 早上就吃那个东西 然后我今天呢就准备自己做 和了一点糯米 看了一下教程 对 准备包粽子了 这个就是用那个老抽生抽 还要加了一点盐 做这个有味道的糯米 是准备包这种肉粽子 然后那个白的就是包这个甜的红豆馅的粽子 粽叶呢是在中国超市买的 对待会儿包好了就把粽子放到这里 其实包粽子挺简单的 我觉得如果在国内可能大家都可以就是买就能买到粽子 但是在这边条件有限 所以就是留个学什么都学会了 就是想吃这种的时候没得卖 然后外面卖的它里面的馅料又特别的不丰富 就还不如自己做 然后这个也做起来也非常有乐趣 然后自己可以加料 加的比较饱满一些 多加两块肉啊什么的 就味道也会好很多 基础的游戏 然后这些游戏里面场景 还有一些人物 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边框啊 这些乳啊都是我爸的 像这个场景 这个场景 然后这个场景 然后再包一个这个甜的就是放这个白米 然后挤一点这个红豆沙进去 然后再放点米 这个做出来就特别这个做出来就特别清香特别喜欢 现在包好了这个是肉的这是甜的 甜的包的比较少因为我肉馅做的比较多 然后来做一下这个麻团 其实就是把这个 肉馅做的 糯米面 中间包一点 红豆 加一点水 在果上的这个芝麻 把劳动成果排一下 还没煮水 还没开 粽子要煮两个小时 就是好像要不停的这样翻它 它就会越长越大 我真的为了吃上一口这个以前天天吃的这个早点 我汗流夹得真的热死了 但是我居然做成功了 反正我现在是比我妈做饭好了我觉得 但是还是做不过它 但是我做种类比它多 一次就成功了你看 基本上没有裂开什么的 应该是很焦脆的 小高姐觉得是YYDS 我真的快做这个热色了 但是真的做超级成功 第一次做 我就先吃一下这个破掉的这个 好烫好烫 就是那个味 就是那个味 这外面脆脆的里面就像猫鸡一样那种 黏糊糊的它因为它是那个糯米粉嘛 所以说我们就看着老板如果 这里面干净了 煮的油都化了 要化到这个里面,就最好吃 晚上十点 没有什么黑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